大家好,我是黃瑋適合 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計畫是永續捐贈議題 我們是由115B做的 115B其實在前年的時候有做一個永續所得的三要素的指標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永續所得的概念大家比較不懂 一個部分是說大家可能會想到是自己有所得永續 可是其實我們在意的是說所得來源背後其實是要具有永續性的 那經過我們調查後發現說其實一般人對這個概念其實不是太清楚 那我們在過去一年時間用公民利益大家來討論這樣的形式 然後去讓大家探索就是經濟和背後永續發展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後來但是都只停在討論的程度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東西要怎麼來實踐 那我們後來近期有新的成員認為說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用在 就是說一些NGO、NPO的這種永續捐贈的計畫上面 因為很多NPO其實他在接受一些捐贈 但是可能燒完以後就沒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因為這個東西還很出奇 所以就是說這介紹上面其實裡面資料就可以在這上面找到 那今天我們會做的是去重新去探討這個到底NGO、NPO在接受捐贈 然後他的使用然後他的財務穩定性的問題 然後以及包含說一般捐贈者對於捐贈的時候你會在意的哪一些資訊 然後還有就是現金的法規然後營運上的這個限制等等的 那已經有了類似的方案像那個公益責信協會等等的 也有提出類似的 那這些刑系裡面可能有涉及不同的層面 那今天都可以一起加進來討論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是比較早期的 所以開放的方式的話 最後由大家來討論去決定 那今天招募的參與者就比較簡單一點就是說 包含說你有在長期捐款的 還有就是說你有在NPO組織裡面就是說 對於NPO組織就金流這件事情有 就是說感覺是一個困難的人可以加入今天的這個調研討 那另外對於這樣子的主題就是說要怎麼樣去建立這個有計畫的東西都可以加入討論 那今天因為我也是下午就離開了 那我們會有另外一個夥伴在場 那就可以在GDMeStack群裡面115B 然後還有現場找到我們 謝謝各位 謝謝 那謝謝Henry 那下一位我們邀請就是PM5